关心你家人的身体健康就由这一锅汤开始啦 我们请来了 Amanda老师给我们准备这个 我们现场是满满的这个 好香的汤的味道 然后我觉得今天很滋补啊 对对 还没有喝就觉得滋补 老师你好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和手乌黑豆乌鸡汤 我们来介绍一下材料好了 是因为刚才有 老师有说到那个众听的 当然我们没有直接的一个药物 但是我们可以预防 所以这一个食谱是一个 我们华人就有一个观念 就是你要补哪里你要吃什么 鸡脚 耳朵应该吃什么 但是我们今天要补的是我们全身的 抗老化 抗老化的一个 要预防味道线衰 所以老师这个也可以美颜是吗 其实我们每次讲抗老化 大家只想到皮肤 但是我们的内脏 五脏的腐也需要 要让老化 耳朵退化了就是老化的一个开始 是 所以何手乌一定要用的是吧 对何手乌这几年是很流行 流行对 大家可能知道何手乌是因为它对头发 对 因为它可以生发 但是它因为可以生发 是因为它促进我们脑部的血液循环 所以它带更多的这个氧气给我们的脑部 然后它不只是对我们的头发好 它对我们的比方说耳朵啦 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精神也是很好 OK 好 谢谢我们有好心 然后这个肝好 肝好其实好其实对男性很好 是吗 为什么 因为它的心很高 有心有心有心 但是心其实很多专家也是鼓励说 如果你耳朵有问题的话 多次含心的食物 哦 对 所以还是预防老化很重要的矿物 它可以降低胆固存哦 对哦 OK 然后这个桃干要怎么样做 先泡软 如果你怕心的话呢 一定要先热水 泡过先 可是我买好干的话有两种 一种真的是干的 一种是有点湿的 其实哪里一种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干的 然后有一点白白色的海盐那种最好 就是它真的是晒干的 对新鲜的 反而带湿的那种就有点害怕 如果是说怕它喷了一些防腐剂之类的 哦 明白 OK 它落唇的好应该是很干 可是它有点表面上有点白白色的粉末 然后泡多久老师 大概是泡10分钟软了 凉水还是温水 热水 热水泡 然后我会把那个水倒掉 那水不要了 洗干净这样子的感觉 对 明白 就会去掉那个腥味 是 OK 好 我们有黑豆 然后黑豆 我们知道说黑豆其实营养成很高 嗯 然后在中医它是补肾 对 但是补肾 其实因为也是对我们的耳朵有帮助 因为补肾就是抗老化的 在中医的角度 明白了 可是在营养学的角度是因为它矿质很高 哦 对 可是老师这个怎么处理呢 就满生了回来就可以吗 一般上呢黑豆呢 如果要煲烫的话 我鼓励我们先洗干净 嗯 然后在锅里面先炒一炒 为什么 不用放油 哦 就煮干炒 干炒 干炒到它外皮分开了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让它 它营养可以完全释放 哦 哦 而且呢它会抑制它某一种那个教肅 所以吃的时候不会脏风 哦 哦 对我听过有人吃黑豆会脏风 是是是 所以它有一些好处 好这个 接下来这个我跟你讲是我的噩梦 我吃过有一次哦 LakLak这样买一只乌鸡回家 是 就它连头的嘛 嗯 你要把它的紧 就先去掉 对对对 我就看着它挂在我的那个洗脸的路 我就说 sorry 那为什么一开始我说很滋补吗 为什么 因为我一看到这个乌鸡 我就觉得它是很滋补的 那是是呢 因为以前就是妈妈还是什么 就喜欢要补汤 她就用乌鸡啊 乌鸡好像很厉害 是 乌鸡在传统的这个草原来讲 它是属于十全十美的补品 那它比一般的鸡好的话呢 是因为它的蛋白质跟矿物质成分都多几倍 比我们一般的白鸡 可是它这样小质哦 是 然后它的脂肪是很低 虽然说它很小质啦 可是我们可以看它全身都是黑色的 是是是 所以它这些黑色其实是因为它的 因为它的种类的问题 所以导致它的身体的黑色素比较高 而黑色素也可以抗老化 是是是 就像我们人这样啦 我们也不同的人不同 平种对 而且它是骨啊 心肝皮肺甚至舌头都是黑色的 哦 这个我真的没有讲 你那天有没有检查 我不敢打开它的嘴巴 我就sorry就砍下去了 所以乌鸡要怎么除以老师 洗干净 乌鸡一定要把它洗干净 然后呢 我会把它 我用那个水 大概干这个搓一下 哦 烫一下 我们汆烫一下 汆烫一下 所以把它那些 肮脏的东西给烫走 然后就洗干净 就备用 乌鸡可以带皮哦 因为它其实脂肪很低 很低 它脂肪很低 对 老师这个井你是之后才处理的 是不是 哦 其实我买回来就把它就砍掉了 哦 你叫那安哥帮你去 所以井是不要的啦 井是不要的 我在什么market买的 但是你买的时候呢 下次你可以不妨看看它的舌头 如果是黑色的就表示那是纯品 就对就比较有疗效 啊有些 如果是白色的就表示说这个鸡骨不太纯 它是杂交的 那可能疗效不太好 估计有山寨版的 哈哈哈哈 哇这个今天我们学到东西了 真的哦 OK 舌头 舌头 对 一般上我把整个放下去 因为只有它的营养成分 最关键事物的 好呢 怎么样煮呢 煮就是说一般你可以爆汤的话 你可以用砂锅 砂锅 对就是一般我们比较不鼓励说 用那种不锈钢锅 为什么 因为那个铁质可能会跟一些营养成分起作用 然后就把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成分 让它释放在汤里面 哦 这些毒素 对 所以我们会用砂锅 你可以用slow cooker 还是什么 所以先准备一个锅子 然后呢 用大概1.5L的水 是 然后呢 全部东西丢进去 要冷水 冷水 冷水来煲汤 对对 因为很多时候家里妈妈 有些时候以为水滚了才放茶料 但是用冷水煲汤会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水一滚了 你把鸡肉放下去 它的那些蛋白质就会被 马上淋过起来 快速淋过起来 它就释放不出来 哦 你的汤里面就没有机味 哦 可是老师如果我热水 将我放鸡肉 它也是会凌固的啊 不是吗 它就 如果你冷水 它慢慢加热 它就会 in a way 就是有时间 有时间给它 对 它不会瞬间 就把它凌固起来 所以冷水是比较好 冷水比较好的 有肉的汤 有肉的汤 好 然后这个已经是 已经是经过处理的 已经是经过四川汤的 已经被斩头了 真的 然后我们就放下去 然后之后呢 炒了的黑豆就全部下 黑豆大概是四十克左右 四十克 四十克 这个汤我跟你讲超赞的啦 这真的是 好像好喝的呢 我觉得 哦 这个桃 很爹 桃大概是五到六个 嗯 桃药真的要弄一下 不然会醒哦 然后那好很大壳哦 我老师要先洗干净吧 要先洗干净 大概是放五三到五片啦 这样小的啊 对 它会发起来 它会变成很大 可手无在中药店就买得到 对对对对 下费副片 然后红枣 然后红枣 红枣 红枣要 红枣到十克 十克 无所谓 好 Slow Cooker多久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小火 小 先是大火 它滚了 我会把它变成小火 哦 然后就我们讲的文火啦 哦 文火就是小菊花 是是是 对对对 这样很好 等一下我们饭碗吃 晚饭就有汤 真的 OK 所以就是这样子煮就可以了 对 这样子包就可以了 可是乌鸡的肉可以吃的吗 可以吃的 可以哦 它的肉比较细腻 嗯 可是骨就比较多啦 因为 对对对 小汁的感觉 OK 非常棒的 和手乌黑豆乌鸡汤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制作的方法 谢谢 比如说 咱们 价格 还有 编持有用的 不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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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今天分享的关于一些听力的资讯呢 或者是这道非常好的汤的话 记得可以去到 明天我们要大大声喊一个口号 对 屁有什么用 关你屁事 我们明天就跟大家讲 我们好像不太受我们欢迎的屁 到底它是有作用的吗 像我们耳垢一样 还是真的有一种平衡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是有作用的 可能可以减少一下你的健康的程度 顺便问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想屁不臭 臭屁不强 对 那么明天记得留意我们的活力加油站 记得明天是2点30分 没错 明天再见 拜拜